歡迎收看 大家好 我的炫富日記 我是又雲 本週要帶著卡粉們 從台中一路吃到彰化 所有最台最福興的小吃 都要補給你知道 有台中南豚四十元肉粥 料多澎湃 還有超人氣尖幫王 以及西豚限量港式燒鵝 還有擁有 十八折黃金比例的手工餡餅 接著我們要帶一道彰化 去吃超適合 打卡炫富的K熔岩起司漢堡 還有古早味的蛤蜊味 最後還要到鹿港 去吃在地限定 生炒五味 還有堪稱全台最難買的牛舌餅喔 那今天的第一站呢 就先帶著卡粉們 到台中的南豚去 有一間很厲害的肉粥店 連續四年喔 得到米其林必比登的肯定 四十元的招牌肉粥啊 用大骨還有雞骨 熬煮的湯頭配上大量的蘿蔔 洋蔥等等的蔬菜 熬煮了三個小時 加上紅蔥頭 油條 燒肉片 完美呈現出傳統簡單的體糊味 另外必點的啊 還有海鮮砂鍋粥 裡面放入蝦子 鯛魚 中捲還有豐富的配料 經濟實惠的鎮店之寶秘方燒肉啊 每天是選用新鮮溫體豬肉 肥瘦適中的部位 搭配獨門的醃料 還有特製粉漿 炸到外酥內軟是絕妙的好滋味喔 那另外還有花生米肠 高粱香腸 白菜乳 還有麻油雞等死坊菜呢 我覺得粥要粥要很香就比較不容易 就是有時候我吃兩口就不會想吃 它米粒也很好 然後就是整個喝起來就很香 好多樣 有招牌粥 拼盤啊 粥很好 鱸魚都喜歡吃啦 小孩子都喜歡吃的時候 口味一定是很棒的啦 讚 燈籠花布木桌椅 濃濃懷舊氣氛 伴隨著廚房誘人香氣 位在台中這間粥品店 曾未偷看 古早的推門 簡單的磚瓦 就像一間古代客棧 走進裡頭也沒有華麗裝潢 樸實的氛圍 反而像是有著 樓空木門窗的古厝 讓人彷彿回到了台灣 五六零年代 走啊 麻油炸彈 不宰了好了喔 看起來就是古色古香的 然後它是有名的店 一來吃的時候就覺得 這裝潢還蠻特殊的 看他們的那個走的風格 很match 很古早味 客人口中有名的店 可不是隨便說說 而是雷十四年獲得 米其林必比登 熟榮的肉粥店 讓不少人特地前來朝聖 慕名而來 因為聽說它是必比登名店 所以我非來不可 非來嘗一嘗是不是很道地 就是歷年的必比登 然後想說就是那種 比較小吃型的 所以就來 這個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蒙年過節的時候 全部的親人都會去外婆家吃飯 記憶中的外婆家就是三個月 全部的人都在廚房裡面一起吃飯 然後就非常的熱鬧 就是想營造這樣的氣氛 把家的概念 凝聚濃縮了在這家店裡面 小店從早開到宵夜場 無時無刻再排隊 同本架肉粥到高級 一頂的砂鍋粥統統都有 米方燒肉搭配成的大拼盤 傳統小吃白菜乳 還有各式各樣的私房菜 都有著樸實的美味 林智話語就是用這緊緊抓住客人的味 我想說到也是古早味的氣氛 像我現在做的肉粥 燒肉 蝦捲 這個都是記憶中小時候有吃過的 我就把它改良 稍微改良 這個是我們的熬這個大骨湯的湯底 蘿蔔湯 大骨湯 所有的湯跟粥的粥底 都是用這個 加入蘿蔔 玉米 洋蔥等食材 熬煮三小時的湯底 只加入了鹽巴體味 主要靠食材成就這一鍋的鮮甜度 清爽無負擔 這個是我們的招牌肉粥 這是我們的湯底 都是用大骨蔬果熬湯的 很營養 我們的粥的話 它的軟硬度剛好 配料很簡單 但是也是很費工的 像這個油蔥蔥是我們自己炒的 然後它就是這個粥的靈魂 很小的小孩子 到年齡很大的長輩 他們都可以吃 很適合 媽媽以前也常煮這個 懷念起媽媽的古早味 煮到保有米粒 完整形狀的肉粥 加入油條跟幾片燒肉 成就了一碗最簡單的體糊味 連必比登也推薦 很便宜 然後也很大碗 分量很夠 那個粥 粥很香 四十塊 我覺得CP值很高 因為在北部沒有這個價錢 然後要買這一碗粥 我覺得大概要七八十 如果食量再大一點 可以點上一碗砂鍋粥 也只要不到兩百元的價錢 兩人合吃都沒問題 尤其這海鮮砂鍋粥 也是店內必頂的粥品之一 飯會再先煮過 讓它比較有粘稠感 比較有那個砂鍋粥的感覺 有很多的海鮮 蝦子 鯛魚 丸子 很多 很豐富 它的海鮮粥非常澎湃 我覺得真材實料 而且很新鮮 物超所值 砂鍋粥很貴 通常都是消費要差不多五百以上 可是它居然只要兩百塊 就可以吃得到 燉得很 有點糯 糯的感覺 吃得出來糯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老闆很厲害 燒肉也很好吃 就是外酥內軟的 然後肥瘦也剛好這樣 燒肉啊 燒肉好吃 醬也好吃 吃起來口感脆脆 然後不會太油 微膩 這個是我們的招牌燒肉 研發這個CG種的醃料 配料 然後醃漬36個小時 後才可以使用 我們紅麴是少量 然後結合其他的配料 讓它就是不會紅麴的味道太重 就是採用這個溫體 每日溫體的這個新鮮的豬肉 選用五花肉肥瘦適中的部位 倒醃漬入味 一連串的繁腹工法 每天現離現炸 憑經驗掌控火後 炸到穿上金黃色外衣就可以起鍋 一片片外酥內軟的麵方燒肉 就是名副其實的鎮定之寶 搭配Q彈黏牙的花生糯米腸 還有有著高粱香氣的特製香腸 這盤台客三寶大拼盤 是必定的人氣猜色 但比看林志華 在廚房做騎士來這麼熟練 他六年前還只是個餐飲門外汗 蔥跟蒜都分不清楚 是中年轉業 以前投資資歷 從頭開始 學竹賽以後才知道 是這麼樣的辛苦 但是就是覺得很踏實 身體上的勞累 他不覺得辛苦 但一開始選擇轉換跑道 走這條路時生意不穩定 看不到未來的無力感 才是讓他最無助的時刻 就幾乎也是快收起來 也沒有辦法放棄 所以放棄的就是餓肚子的 一開始雖然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但是他未必是當下可以獲得 是那些的關注和收穫 需要時間去累積的 果然後來靠著口碑 還幸運的獲得了比比登殊榮 讓他生意整整日上 從早到晚人潮都落意不絕 來 三號客人 來 後面排隊再稍等一下喔 謝謝 就像在外吃上小型板豆菜 晚上人多到得開放戶外座位 應景的彩色燈籠配上柔和的黃光 古色古香的鑽瓦們 讓店裡店外全都飄曬著濃濃古早味 這是古早味白菜爐 用古草的一些配料煮法 裡面有加豆皮 白菜爐 木耳 還有扁魚 還有冬蝦 這些是有那個媽媽的味道 白菜爐我覺得很棒啊 因為它吃起來就是本身白菜的清甜 都有燉煮出來 然後呢 就是在口感上就是可以吃到它 白菜它就是那種古早味的味道 有那種媽媽燉煮的那個白菜爐的感覺 這是豬頭 它會有豬頭肉 它可以做成一盤一盤的骨仔肉 每日限量的 但是它在處理比較麻煩 然後這個大骨可以做大骨湯 這個要整隻拿起來啃 也可以吸 很營養的 這個都是老饕在吃的 手撕骨仔肉 得等豬大骨熬軟後 再一片片慢慢將肉 從骨頭上扒下 費工又費食 配上薑絲淋上特調醬汁 鮮嫩美味 還有這名副其實的大骨湯 裡面真的有一支完整的豬大骨 配上入口即化的蘿蔔 玉米等食材老少咸宜 滋味豐富又美味 尤其那個蘿蔔入口即化很好 這個湯頭也很好 這個紅蘿蔔就是燉得很爛 就讓很多不敢吃紅蘿蔔的人 應該都敢吃的 滿大碗滿正經的 如果喜歡吸那個大骨的那個骨水的話 應該會滿喜歡他們家的 不只創意猜測吸金 私房菜也是一絕 這個是酥炸白帶魚 去骨去刺就是五骨的入口即化 然後我們刻意把它用薄片 這樣子加上這個果粉 它吃起來會很酥脆爽口 像餅乾一樣 它的肉質上面來講的話 滿細緻的很好入口 那整個的話呢 吃起來帶點點綿密的感覺 這是麻油雞是冬季限定的 肉質的話 我們是選用這個防土雞 它的靈魂的話 就是它的麻油 我覺得一家人滿適合一起 這樣子分享 就很多樣貌 剛好也是符合他們的口味 小朋友很喜歡他們的雜物嗎 便宜的 客人給予的肯定 以及濃湯飯香煎少裏翻騰的 原來不只生意金 還有一家人的團結與和諧 要感謝的人很多 因為現在獲得必比登了 覺得好像有使命 做得更好 還有一部分就是 所以凝聚家人 每次看到有三代四代 同堂的客人來 我就覺得做對了 我覺得那個畫面很溫馨 享受著客人與親朋好友 起居一堂 細細品嘗這些台灣 傳統料理的氛圍 在米其林必比登加持下 林志華成功打開知名度 回顧一路走來的歷程 他也很有感觸 努力很重要 但是在努力的當中 他還是需要運氣 根本的就是一定要務實 你去努力去做了 對 就會有機會 因為堅持把平凡的美味 做到不平凡 讓客人吃到最實在的味道 也做出別具意義的家滋味 到台中西屯路上 有一間外觀不起眼的小攤 一到下午時段 都聚集了滿滿的人潮 為的就是這一顆 皮薄餡多的爆料煎包 它的口味很單純 就是高麗菜跟韭菜兩種 為了在市場勝出 老闆他有一個堅持 食材要挑選同中求意 選用高山出球品種的高麗菜 水分飽滿 口感一級棒 那韭菜口味呢 則是拌入自己爆炒的蝦皮 紅蔥酥來去除腥味 會越嚼越香 吃過的客人都說 他們家的煎包 是業界的第一把交易 姐姐 幫她等一下喔 大概吃到五分鐘 把妳裝一起好嗎 我哥 高麗菜還是韭菜 高麗菜 高麗菜 台中西屯路上這間小攤 每到下午人潮自動匯集 全是為了傳說中的爆料水煎包 當得特別好吃啊 很甜 高麗菜很甜 很飽滿啊 就很吸引人家來買啊 每次經過都很多人排隊 然後就想說吃吃看 結果真的超好吃的 第一名啊 沒得比啊 真的 皮包餡多 輕輕咬下就大爆料 不只是客人口中的No.1 還讓水煎包迷一吃著迷 捨不得離開台中 他綁架了我 真的假的 真的為了水煎包在那裡 對啊 我的朋友都說太瞎了 每天就像在打仗 一來就是冰冰冰冰冰很多事情 然後就要快 沒辦法 老闆陳俊威堪稱是 台中水煎包界的第一把腳椅 賣得口味單純 高麗菜和韭菜 但能在市場上勝出 關鍵就在細節裡 韭菜用的是夠嗆的大個頭 清洗時得一根一根摸過 眼裡容不下一粒沙子 這是比較粗 比較大的 但是這比較腥 比較辣 腥味比較重 吃韭菜的人 他就是要吃那個辛辣味 就連最普通的高麗菜口味 也要同中求益 選用高山初秋品種 包含水分 口感一級棒 一公斤的高麗菜 但是我最近弄的料的時候 加鹽巴開始 它就會出水 可能一公斤是一千公斤 可能它最後 它可能會出三百公克的水 用平地的二八 然後比較硬的 相對它出水量比較少 相對你可以用 一公斤就有 差不多只有百公克可以用 在相對的 你買進口的 硬梆梆的那個 幾乎沒有水分 所以你買一公斤 幾乎有一公斤 成本多一倍的高山高麗菜 當然要讓客人吃得有感覺 否則沒有存在感 白忙一場 切起來 1.5公分乘以1.5公分的正方 太小的話 你可能就吃不到那個口感 咬下去沒有那個口感 太粗 不好包 高麗菜驚喜後 混入汆燙過的東本韭菜拌入 自己爆炒的蝦皮紅蔥酥 就是簡單實在的內餡 因為這樣吃起來的麵皮會比較軟Q 不會變硬 其實東西在熱的時候 它的麵皮每個人都很好吃 但冷掉的時候就有鋒物了 講究內在外表也不馬虎 水量加多讓麵皮軟嫩 但水分過多容易發酵太過 太軟又不好包餡 時間的拿捏是老師傅的功力所在 包的速度要跟你打的麵糰的時候 數量要互相配合 在它還沒發酵太超過之前把它包好 每天聽取客人意見 不斷的檢討修正 就連堅鍋用的油也是自己炸的鴨油 不放過任何細節 它很平均用軌 所以你要改變它的方法 除非你跟它考論過 它拼得下去 它品質沒有改變才有可能 未來目標是 最好是我週休七天這樣 就交給他們做了 嘴巴說著要退休 但陳俊薇還嫌不下來 要繼續努力靠著這一顆顆 被泡泡又迷迷的肩包 從台灣頭賺到台灣尾 緊接著這一站呢 就帶著卡粉們去吃正宗的港式燒鵝 皮酥肉嫩又多汁 是香港老師傅每天限量手工製作的 將精選的鵝汁滾水汆燙 再反覆的淋上麥芽糖 自然風乾之後 才能放進烤爐裡面 過程是相當的繁復 得花上48小時才能上桌 還要忍受高溫爐火這股苦力 烤出的絕佳好味 讓吃過的客人都說 比香港的還要好吃 幾乎每週都來報導 上 烤到金黃微焦的燒鵝 一次還不敢掛太多上去 因為曾經店門都還沒有開 就已經由眼尖的顧客掃貨 插電把內用的都買光了 我的小孩 對啊 你接你的技術 我做什麼 他有種我都不會教他 他要做你不教他喔 為什麼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我不心痛 師傅一邊騙鵝一邊念著 不忍心讓孩子跟著學 因為燒鵝要耗費大量體力 每天眼睛一睜開 就得焊成堆的鵝份戰 醬是我自己本人自己調的 這個是很多東西放上去 最主要就是那個芝麻醬 跟著海鮮醬 其他醬料就不能醬 就是公司的咪咪 對 然後裡面就是紅蔥 跟著芯頭 有這麼多東西嗎 對 因為那個鵝比較大 沒有那麼多東西 味道不夠 還有放爐漿片 大概三片 大片就兩三片就OK了 還有這個白酒 對 三片 大概三片 燒鵝的甜料師傅大方分享 十五歲當學徒 現在快騎時了 處理過的燒鵝不計其數 滾水汆燙讓鵝的表面緊縮 接著反覆淋上麥芽糖 自然風乾 最後放進烤爐是成敗的關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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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本身大汗 你都不敢吃 不敢跑 不在旁邊 老闆誇下海口說 自家的燒鵝不好吃 店名可以改成燒鳥 這邊比香港的燒鵝好吃 它是我吃過整個燒鵝 在大台中市裡面 最好吃的燒鵝 而且在台中市最出名 我幾乎每個禮拜 來這一家店 來吃它的燒鵝 它等於就是我家的廚房一樣 燒蝦也要來吃 沒有錯 老師傅用心烤出的燒鵝 是顧客心中的極品美味 雖然燒鵝是件辛苦的體力活 讓它不捨船子 但只要客人願意吃 它會繼續堅持崗位 烤出這絕佳好味 像是蔥油餅 餡餅類的點心 在台灣其實隨處可見 但純手工製作的店家 其實非常的少 因為相當耗食費力 這家在台中飄香超過40年的小攤 招牌的眷村蔥油餅 不只是現桿現煎 蔥花也是毫不手軟的好灑 擁有18折黃金比例的手工餡餅 更是一咬就爆汁 另外限量的乾燒韭菜盒子 加入粉絲 豆干 口感豐富 也是來行必買的 第三代老闆用心費勁 趕出一張又一張的餅 讓它的鐵粉遍布全台灣 現揉現煎的蔥油餅 多了份手感溫度 這時候再配上一塊煎得 金黃酥脆的牛肉餡餅 就是絕佳的下午茶點 它久久的時候我就開始吃了 而且口味是很特別的 全世界我都吃過了 這一家是最棒的 餅皮帶勁入口鹹香 還會爆漿噴汁 客人常常一買就是好幾十個 有時候30個50個都有 所以就會很直 鍋沒有停下來 然後客人也很願意等 客人知道都是手工的就會 不會說趕我們要快一點或什麼的 燈餅的同時 老闆趁勢端出香氣四溢的酸白菜湯 讓客人原本只花一百塊買餅 最後又多掏了好幾張百元抽 那個是我們自己做的 天然發酵的酸白菜煮的湯 從小一種懷念的味道 所以在這裡做 就是我們一方面也讓客人喝到 真正的天然的酸白菜 一滴醋一滴醋精都沒有加的味道 是這樣 傳承外宮的山東製餅手藝 人高馬大的小馬獲真駕駛的 在麵粉堆裡長大 做這個都會有一些職業傷害 像舅舅他們都會做的 到後來都是也是揉麵揉的 都基建那種慢性基建發炎 可是這個工又不能省掉 省掉的話 吃起來口感是真的有差 如果不揉的話 吃起來的話 口感不會這麼的有韌性 對就會軟爬爬 軟軟 四年前舅舅退休 不捨好味道失傳 才接下第三代棒子 家傳蔥油餅個頭不大 蔥花卻是大把大把的下 外宮以前就是這樣大小 然後也是一樣放這麼多的蔥 從滿價的蔥油餅客人一買 就是一大碟 會爆製的牛肉餡餅更是招牌 餅皮趕出個小肚子 外薄內厚 再包入醃製入味的牛肉餡 一定要醃製過 對 而且要加一些中藥材啊 讓它不會有一些牛的腥味啊 原滾滾的餡餅炉火加持 煎出小馬堅持的焦脆感 才能上檯面 餡餅口味有鹹也有甜 還把家族圍爐必吃的酸白菜 做來分享 祖傳山東工法 吸收日月精華自然發酵 得耗時40天 一定要用山東大白菜 這種種種品種的 它才會很大顆 比籃球還大顆 因為它到一個多月以後 醃好以後 它會變得很細很小 洗完然後用鹽醃過 然後讓它全部都醃到鹽以後 我們才放到窩裡面 沒有加任何的醋 就是曬太陽 對 用天然的曝曬方法 而且還只能用這種下午 這種何許的陽光曬一曬 讓它裡面有溫度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自然發酵的這個 就是發酵的反應 可是外面那種酸是 你聞到就會很刺鼻 不一樣的酸 小馬說接下家傳手藝 是為人子孫的使命感 這種價值無法用金錢衡量 所以再累也得撐下去 要持續趕出一張張 山東好比 好 除了小吃之外 早午餐也是很夯啦 如果你是起司控 絕對就要看過來了 因為這間位在彰化市的 早午餐店是 在地人才知道的好店 它的餐點相當有創意 也很有特色 像是外頭很少見的起司鍋 溫熱潤口的滑嫩起司 配上一盤肉跟蔬菜的大拼盤 沾著吃啊 堪吸又人又順口 還有黑蓉鹽起司漢堡 黑色香脆的漢堡皮 你看過嗎 搭配呢 用天然竹炭粉做成的黑色起司 一整個歐嚕嚕的大分量漢堡 真的很特別 那另外呢 色彩繽紛的彩色蛋餅 它的餅皮啊 都是天然蔬果做成的顏色喔 全部都可以拿來拍照打卡 當作戲經典 店家其實堅持手作美味 不管是包在漢堡裡的肉排 醃雞肉塊或者是餅皮等等 全都是手作的 強調呢 吃出食材的原味 才能吃得健康天然 用經濟實惠的創意餐點呢 吃一頓還等於飽兩頓呢 黑起司 那個起司會用到那麼多 也是很少會 店家會這樣子用 今天點了那個薯泥的蛋餅 彩色隨機 我之前吃過粉紅色 看起來很可愛 然後拍照也很好看 早上豐盛的一餐嘛 就是心情都很開心 五顏六色的蛋餅 讓人一早看了 就覺得精神思憶 熱情滿滿 彰化市區的這家早午餐店 白色的簡單裝潢 配上繽紛的乾燥花天花板 夢幻創意的特色餐點 讓整家店好吃又好拍 我覺得這間店 它的那個CP值很高 然後環境也很好看 就是可以吃得飽 然後環境氛圍也可以聊天 就是很適合帶朋友 一起聚會那種感覺 可是我的同學推薦我的 我覺得非常好吃 我覺得要讓客人進來 然後出去的時候是開心的 很滿足的一個人 那我們就努力去做 做好它 用心做料理的吳品儀 是這家夢幻早午餐店的老闆 特色料理也都出自她的手 黑色熔年漢堡 彩色蛋餅 古巴三明治 還有季節限定的草莓吐司 全都是吳品儀跟太太 兩人的創意發想 尤其這外面少見的起司鍋 更是小朋友的最愛 很好吃 奶黃色的溫熱起司有多誘人 配上這一盤有骰子牛 極老法國麵包與鮮酥的大拼盤 沾取後緩緩拉起 牽絲的模樣實在好療癒 不管是單吃還是食材 沾上滿滿起司都很美味 我喜歡吃的是他們的那個骰子牛 然後我介紹我嫂子他們吃 骰子牛與起司醬的濃郁奶香 雞肉的味道交織在一起好滿足 鮮酥簡易開胃 雞肉調軟嫩又有現煎的脆口與香氣 配上溫熱潤口的起司 富有豐富的層次感 單吃還能吃到煙燻香 因為這裡的每一種肉品 都是吳品儀夫妻堅持手作 這就是雞腿丁這樣子的 那像我們家的肉品都是自己做的 那這個是雞肉的部分 對膠鹽肌流的雞肉 都是自己醃這樣子 是一些比較基本的配料 然後下去醃下去呈現食物的原味 有些用煎的有些用炸的這樣子 它的肉很酥很好吃 特別的香氣 其實食材對一份料理來講 很多東西像您講的 我們可以去買現成的 可是它吃起來就是沒有那個溫度 像燻雞啊 那也是我們自己燻的 就是用那個龍眼木下去燻的 對 那蛋餅皮也是自己做的 這是我們彩色蛋餅皮的基地 可以用各種蔬果的顏色都可以 客人拿到的顏色是隨機的 黑色啊 紫色 藍色 普通國的顏色就很漂亮了 那綠色的話 菠菜又美觀又健康 我們這次算是粉漿的蛋餅 對 軟嫩的蛋餅皮 裹上椒鹽肌料 天然蔬果製作的可愛繽紛筆皮 讓少女心狂跳 搭配蔥爆鮪魚 濕潤口感配上甜甜外皮 無論搭配哪種內餡 滋味都很美妙 有幾次那顏色都 每次都不一樣 因為我知道他們是隨機也不能挑 就是軟Q型的 對 就是比較天然 吃起來是比較健康的 大概一個禮拜會來個兩次 這家的早餐算是 它的味道算是很特別 它那個彩皮的乳酪蛋餅就是 口感很特別 然後那個餡料乳酪就是滿滿的 這一間店 我們所用的食材 飲物料都是自己手做的 他堅持手作 認為味道不一樣 溫度也不同 琳琅滿目的菜單 任何內餡食材 都可以搭配漢堡 吐司 三明治或蛋餅 尤其這手作肉排 更是不能錯過的美味 這次做牛肉的牛肉排 牛肉漢堡排 那就是加鹽巴 很簡單的一個調料 因為好的食材 你不用過多的去 去添加一些東西 等一下我們攪好以後 還要用手工去打 把它裡面的空氣把它擠出來 讓它更紮實 對 打這個很費工 對啊 所以我們每份餐點 都是這樣子 就是做的 一顆顆圓滾滾的肉球 都是老闆親手打出來的 還帶有手感餘溫 配上鋪滿大量起司的 古巴三明治 堪稱是完美絕配 其實它就是漢堡 它的那個餅皮是要特別去煎 煎到它是酥脆的 這是比較需要一些技巧 技術性的東西 我們都會點那個 手作肉排堡 對…因為它就是手作 所以它口感跟一般的那種 早餐店的那種 組合肉是不太一樣 有差滿多的 就是它連漢堡的皮都滿香的 就是本身就有一個香味 現做現今的肉排 讓客人都能感受到滿滿誠意 算一算開店到現在 也已經走過了十個年頭 那當初我們是因為 全家人都很想要開一間店 那陣子早午餐 才裝早午餐就滿風行的 那我們想說 不然我們來彰化也開一間早午餐 那裡面的裝潢風格 都弄成我們自己想要的 裡面有一顆大的那個皮裝 是自己調的 這顆燈是從我們一開幕就有的 到現在最老的成員 店內的裝潢擺設都有它的巧思 但剛開店時生意是慘不忍睹 剛開業的時候 在彰化地區 它比較沒有這類型的早餐店 前兩年的話是滿辛苦的 如果一天能夠有幾百塊的收入 就很棒了 那時候真的沒有想說要放棄嗎 沒有耶 其實我們字典裡面 比較沒有放棄這個字 我覺得做下去了就把它做好 秉持著毅力 它堅持了下來 靠口碑打響名號成為排隊名店 除了創意餐點 也不定時推出季節性限定商品 像是草莓系列 就是因為孩子喜歡吃 進而研發這類產品 是厚片的吐司 然後抹上奶油 然後再加一點那個糖 糖粒 然後下去煎 煎起來它就表皮會酥脆 然後再抹一層乳酪 乳酪酪也是我們自己調的 自己打的 然後會刻一刻草莓花 放在最上面 外層煎到酥酥脆脆的焦糖味 厚片吐司 搭配超有誠意的內餡 滿滿的新鮮草莓 抹上自製乳酪醬 最後淋下奶香味 甜甜的煉乳 即看似白雪紛飛的糖霜 有著絕美的視覺饗宴 還有甜而不膩的美妙滋味 這邊的早餐店算還滿用心的 就是跟外面比起來比較不一樣 就特別好吃 跟家人一起來 媽媽也喜歡 小朋友就是有放假也會一起來吃 你好 我想要續杯 我要續紅茶 很喜歡 我覺得滿划算的一個大漢堡 然後還有一個續兩杯這樣 那麼大分量的 就當早午餐的話 120的話就等於是 早餐跟午餐都解決了 現在加的是什麼 竹炭粉 就是讓我們起司變成黑色的 特別的黑色起司 是加入天然的竹炭粉製作而成 同樣是老闆發揮巧思 宛如土生流般的黑起司醬 一上桌其餓度百分百 配上黑到發亮的香脆漢堡皮 豐富內餡 一整個視覺超豐盛 一口咬下就能讓人吃得好滿足 再配上一杯超萌的 熊熊冰磚拿鐵 頓時充滿幸福感 我覺得也很適合POIG 它整個就拍起來的那個 色相味俱全 然後就顏色搭配也很好 所以你們很喜歡來這邊打卡 對 如果跟同等價位的餐廳 比起來的話 就是差不多的淺 但是可以吃到更豐富的菜色這樣 好吃啊 所以主要是合我們胃口 對 然後大家都喜歡他們的餐點 我們是吃得出來的 對 很用心 我每一種都會嘗試 所以我幾乎都有吃過 我都很喜歡 能夠繼續堅持下去 也是需要很大的一個動力 家人啊 家人很支持啊 有他們支持才有辦法一直走下去 感謝家人的一路陪伴 無品儀賣餐 不帶商業考量 不在乎得失 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 我比較驕傲的是 我們有那種傻瓜精神 我們傻傻的做 我們不去在意說 得失有多大多少 就認真傻傻去把 每一份產品做好 呈現到客人的眼前 就是我們比較堅持 也是我們的精神 真誠的態度 往往是最令人感動的元素 無品儀夫妻齊心協力 用心顧好這家店 對食物的態度 也決定了美味的程度 接著帶著卡粉們來到秀水鄉 找這間鄉間的蛤蟆咪 這是在地人從小吃到大的古早味 能夠在鄉間屹立不搖 靠的是對食材的用心 每天現熬湯頭 加入滿滿的真材實料 搞剛的豬腳筋 甚至香腸都是自己灌的 更特別的是呢 第二代的老闆王俊卿啊 在年輕的時候還曾經發過唱片 那後來因為當兵啊 就這樣跟靈心夢擦身而過 回到鄉下接手母親的麵店 幫老攤子經營得有聲有色 他說啊 雖然當不了歌壇王子啦 但現在已經是蛤蟆咪王子了 來兩個菜小肝 小滷好啊 聊天喔 都聊唱歌啊 聊說 你一定要在這裡怎麼睡得下啊 之類的 他會說 怎麼不去唱歌啊 唱歌比較好賺啊 都會這樣講 我說沒有 我在這裡流歌比較好賺 唱歌沒有流歌都不會賺錢 有著一副好歌口的老闆王俊卿 如果不是那年十九歲 正在軍中服役 現在站的可不是爐台 而是舞台 那個時候有 廣告跟唱片都有 都有來找你 對 可是那個時候我是現役軍的 沒辦法 對 那個製作人 我還記得還跑去部隊 跑去部隊找我們隊長 可是就是不行了 因為已經放寬讓你去比賽了 退役之後 那種名氣就過了啊 很現實耶 對啊 人生在不對的時機點 碰上對的幾遇 結局可能一翻兩瞪眼 王俊卿的生涯 也從手中的麥克風 改握鍋鏟 熬好的大骨高湯 加進鴨蛋黃 端上桌前淋上肉燥 還會再來幾瓢燙過蛤蜊的清湯 在過去蛤蜊米 不過是甜飽農莊人的粗食小吃 在王俊卿的烹調下 卻講究又細緻 蛤蜊從清洗清燙 去殼下面到上菜 工序非常繁瑣 就它的湯很甜 其實我也不太喜歡吃味精 但它的甜不是味精的甜 所以吃起來不會有負擔 因為安歆村其實是比較偏僻的村 它不是在我們秀水的市中心 它是直接偏一點 但是它生意非常好 中午幾乎都白對 所以我中午要就早一點 不要就晚一點 從媽媽那一代算起 蛤蜊米已賣三十年 是養大秀水無數人家的老味道 從粗工門的早點賣到現在 成了油脂的茴香味 蛤蜊米是老店的招牌 但隨著環境的變遷 飲食習慣的改變 王俊卿接手後 把版德的精髓搬進小吃店裡 像是菜單上多了這道絞筋飯 滷牛筋因為想說到這邊之後 這邊都是豬的料理 有一道是牛的話 我怕那個湯匙會混到會不好 有的人不吃牛 然後後來又想說 不然就用豬的那個嫩帶 因為它在烹煮的過程 它是很耐煮的 它跟牛筋是一樣的 那我想說用這個來代替 回來的時候是有很多人說 這麼燥熱的那種環境 你怎麼睡下去之類的那一種 那我覺得說基本上就是 這個口味它已經很久了 那我媽媽說 我如果再不回來的話 它就是退休就是收錢 然後我就想說 一定打菜了你知道嗎 來 吃到麻菜 沒有啦 來 開桌 一口溫潤湯頭 再配上渾厚嗓音 王俊清雖然做不成歌壇王子 對老客人來說 早已是大家心中的 蛤蜊米王子 來到彰化鹿港的第一市場 銅板美食多到 讓你會有選擇障礙 那其中這家人氣爆棚的小店 賣的是生炒五味 五味指的是赤肉條 蝦肉條 香菇 魷魚和當令的蔬菜 加入後食魷魚大火爆炒 就帶有貨香 再加點五印醋提味 銷魂香氣 讓人意猶未盡 你們要加什麼 好 給你們買一下 這個 九十一六五 好吃喔 好吃 對 他們量夠啦 有的喔 一碗都四十幾塊都沒有料 他的料很多 從台北來的啦 我看很多人在吃我就真的吃啊 很好吃啊 要不能怎麼那麼多人 看那麼多人就知道啦 先生 你要什麼 這超五味 好 平日的鹿港第一市場周邊 人氣搶搶滾 眼看在一地找鳥 才剛排完一輪 立刻又被來自全台各地的老饕 團團包圍 那你這個生意怎麼樣 很好 很好 你如果散了就散了 都要散了 你說你吃幾年啊這一間 我都吃了有二十年了吧 陳美娥的五味根一炒兩代 五味代表的是赤肉根 蝦肉條 香菇 魷魚和當令的蔬菜 在煮這樣東西的時候 它必須快 因為它這個東西 沒辦法久煮 它久煮就爛掉 所以你要很快地 快速地把它煮好起鍋 蔥蒜 花菇 大火爆香 接著再下魷魚炒出過香 香菇只用香氣豐滿 咬勁紮實的花菇 泡發過的魷魚 也只選口感脆甜的兩張大翅 而手工肉條 以七分後腿肉結合三分魚漿 蝦肉條可想而知 當然也不馬虎 蝦完之後 每一塊都裡面有包一隻蝦 有沒有 蝦肉 你有看到嗎 每一個都有 它這個蝦也是好的蝦 不是那個不好的是白蝦 不只招牌的生炒五味 控肉豬腳滷雞腿飯 尤其排骨更是菜單上 宣兵奪主的黑馬名單 我們的排骨有下去炸 炸好了再來滷肉汁 滷控肉滷豬腳的那個油汁來滷 所以炸好了排骨是乾乾的 然後下去滷吸收那個 那個汁湯汁有甜味 那排骨飯真的滿好吃的 我覺得吃起來就那個滷汁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很濃郁 然後肉那個味道都有進去 我覺得還滿好吃 真的是不錯 豬腳 難道有吃 豬腳喔 它都夠 怎麼說 嗯 狗腳味啦 那個肉吃起來好像 就很快就融化在裡面了 不必咬 不必做什麼 滷得很入味 然後焢肉很嫩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偏甜 就滿像台南口味的 甚至有網友評價 這根本是被更時耽誤的便當店吧 陳美兒不在乎 反而更樂在開發 以前小吃 像是滷肉皮飯 豬皮從市場採買回來 得先除毛 剃掉肥油 再一捲捲細綁 下鍋滷製 我的那個豬皮滷的好像藝術品 我的朋友說它像藝術品 很多以前農業社會 看不到的東西這裡還有 謝謝你 很多啦 不過我是很多老人 我們說實在 我都覺得有老人 他怎麼自業歲到這樣 反正會上鏡頭 這歲就常常在吃 你四十年從年級到現在 都是在這個位置 對啊 對啊 我的青春都在這裡 我獻給每個客人 把青春獻給客人的五味根 在這裡說 上桌前最好來點五印醋提味 但無論哪種風味 都含有兩代人 費心耕耘的一抹甘甜 展滑鹿港的鄉間小路 有一棟老房子 門口總是排滿了 拿著號碼牌 等著要買牛舌餅的客人 這邊的牛舌餅堪稱是 全台最難買的牛舌餅耶 這家餅店呢 除了有超過五十年的製餅手藝 厚實的牛舌餅吃起來不乾柴 微甜 帶點濕潤感 讓人吃過一次呢 就難以忘懷 甚至還有人為了搶餅啊 罵到假牙都噴飛了 這時候大概等個半個鐘頭要吧 至少要半個鐘頭 沒有要看時間啦 要看時間要什麼 要不要趕快喔 叫號聲響 只見顧客趕緊上前報到 拿到餅的喜悅 藏在急走的步伐裡 這不在熱鬧的街頭 而是隱身在鄉間田野的牛舌餅店 他的工作室就是給住家看起來 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沒想到說現在平日 還是這麼多人在台 來客樹遠遠比不上交貨速度 隔著紗窗內的俗家人 像是打仗似的 擀麵包餡煎餅 忙得沒空抬頭 終於量到透徹的餅 才能進到包裝袋 交到顧客手上 到嘴巴裡面還能出軟 然後Q彈那種感覺 好像有特殊的秘方在裡面 你吃不出它的訣竅在哪裡 吃起來就好吃了 口感還有味道都很好 一般的 我買的時候 在外面旁邊那個煙燉 放兩天就會燉去 這個比較沒了 客人愛不適口的牛舌餅 號稱是全台最難買 做餅的手一袋纏過一袋 現在傳到了第三代年輕人手裡 之前有個客人 好像我凌晨在做的時候 他就來了 對 我就把他請進來裡面 就跟他聊天 那太早來了 因為鐵門都還沒開 人家外面等 顧客激情捧場 常常號碼牌 早上十點就發完 還有人搶餅 罵到假牙都噴飛 即便做餅的日子辛苦 但有著陶客的熱情支持 蘇佳人依舊把關每個細節 要做出令人難忘的好滋味 看完今天的中章美食推薦名單 卡粉們是不是迫不及待 想要跟著我們打卡炫富啦 現在就趕快上我們的 YouTube跟IG訂閱 追蹤還有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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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爾文革